以手的不同部位在授数体表做直线或环形移动摩擦的手法 魔法 用手掌或手指在体表做环形摩擦的手法 称为魔法 包括指魔法和掌魔法 指魔法有中指魔法、二指魔法和三指魔法 掌魔法要求束着腕关节放松 以肩主的运动带动手掌做环玄摩擦 魔法刺激柔和舒适 适用于全身各部位 常用于腹部和面部 磨腹有健脾和胃 消时导致调节胃肠蠕动的作用 磨小腹丹田部 具有补益肾气、温功调经之功效 推法 在授数部位做单向直线推动的手法称为推法 指推法可以用拇指指腹操作 也可以用拇指指腹操作 也可以用拇指饶侧员着力 用拇指指指指筹从一封驰由上而下推至锁骨上窝 成为推桥工 除了能放松局部肌肉 治疗落枕外 还有降低血压作用 指推法还可以用 视指和中指的 指骨肩关节背面进行操作 用于挤住两侧的夹脊穴 推时一定要平稳贴时 不要推到极突 用双手拇指交替 从硬堂推到绳庭 成为开天门 掌推法 掌推法是竖者用手掌或掌根着理 而以掌根为重点 以伸主的力量为主 做直线推动 掌推法适用于面积较大的部位 如腰背部 胸腹部及大腿部等 如掌推腹部 掌推大腿后部 掌推背部等 掌推育中刺激最强的一种 竖者掌关节曲曲 用前臂上端进掌肩处着力 腰部发力 以肩关节的运动为主 做直线推动 如直接在皮肤上推动 可以先涂抹一点润滑油 主推法利用于脊柱两侧膀颈及骨后部 用双手拇指或鱼剂等部位 从瘦束部位的中点 向两旁对称分开推动 成为分推法 分推法多用于前额 面部 掌心 手背 肩颈部和腹部 分推肩颈时 要特别注意身体重心的运用 注意动作的协调性 分推腹部 分推腹部 一般沿着内功下缘分推 也要有节奏的操作 与推法类似的还有刮法 可用适致饶测缘 或植骨肩关节背面 或借助汤匙 前臂等器具 刮饰 擦法 在瘦束部位做单向直线 来回摩擦运动的手法 称为擦法 用小鱼剂着力摩擦的 称为小鱼剂擦法 频率为每分钟100次左右 小鱼剂擦法 适用于脊柱两侧 内肩和腰底部 擦腰底部扒疗时 以热气内透为佳 擦涌泉时 要注意小鱼剂与脚心贴食 用鱼剂着力摩擦的手法 称为鱼剂擦法 频率为每分钟100次左右 适用于四肢 用全掌着力摩擦的 称为掌擦法 频率为每分钟80次左右 掌擦法可以盖治疗筋操作 但最好贴着皮肤擦 应该将往返操作的距离 尽可能拉长 以提高单位时间内的运动速度 增加产热量 横擦腰部时 要注意身体的姿势 擦法可隔着一层单衣 或治疗单操作 如直接接触皮肤 应先在瘦术部位 涂上少许润滑戒指 临床用的最多的是冬青膏 这是双手掌擦鞋类 这是掌擦上肢 只擦法适用于四肢小关节及胸骨部 以及锁骨下窝等处 瘦术的运动路线 瘦术的运动路线比较自由 这些操作词 是温暖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